但是我們為了解今天要講的最高限額抵押的條文 我們現在把不動產拿出來當單保品的人 我們跟借錢的人我們把它分開 你這樣條文就會很好懂 所以這邊是 好現在身份也把它注明上去 最高限額抵押 最高限額抵押全人 那這個呢實際上不然跟銀行或者是上游廠商有往來的 我們說第一個身份呢通常是支票 支票存款戶 支存戶 OK 這是下游吧下游廠商 他的身份就是債權人 債權人不是債務然後跟著一下債務人 債務人 最高限額抵押全人當然也是債權人 然後我們現在呢 是另外一個人拿出 土地出來 所以提供不動產 設定最高限額抵押的人的身份名字 抵押人 一個是抵押人 抵押人 一個是抵押人 一個是抵押全人 那這三方面的關係 好就是我們今天剩下條文要講的 他當然 當然也是債權人 好 當然也是 OK 再全人 所以呢 所以呢 我們舉 比較好懂的例子 我們舉這個 好 下游 上下游廠商 所以是以呢 下游廠商向 上游廠商批貨 批貨 所以他們的關係呢 那當然就是 來回到 好 買賣關係 345 買賣 所以會不斷累積 貨款的 債權 貨款的債權 然後是丙呢 OK 設定 最高限額抵押 881-1 最高限額抵押全 給假 好 大概是這樣的 OK 好 所以然後記得看課文 C-5-29頁 倒數第10行左右 2 最高限額抵押全的效率 大寫的1 這邊 好 擔保債權的範圍 OK 這邊 到底這個AD呢 抵押物嘛 就是抵押物嘛 已會一直欠債 AD來擔保 所以到底他擔保的 這個債務的 內容是哪一些 範圍的範圍 的範圍的意思 好 你看課文喔 本法 才限制說 否認蓋瓜 最高限額抵押 所以 我們今天 不是什麼錢喔 都可以納入最高限額抵押的喔 既然講 上下油廠商 所以是批貨給下油 所以這邊的法律關係呢 就是 貨款 債權嘛 一定會先講好 不是任何 以欠假的錢 都會 編入最高限額抵押的範圍 不是 要今天講好 一定的法律關係 所以你看 所以至於所謂有一定法律關係所生的債權 你看 不過呢 他不以法律行為為限 產生的傾權行為也可以啦 但一般是會講某一種 貸貸契約的某一種特定 法律關係的債權 然後第二個 最高限額 881條之2 好 那現在我們要講一下 金額是多少 現在 假設我們金額要寫太大 我們就寫1億 好 就寫1億吧 好這邊寫 這個值 市值 我們寫2億吧 市值 所以在 假以的 假以的往來上面呢 會不斷產生這個 這個債權呢 不斷產生的包含 包含 本 金 利息 維約金 維約金 等等的 通通應該放在 最高限額 裡面嗎 是不是全部含在內 所以如果 在 藤本上面 AB的 土地藤本上面 會寫 所有權能是 丙嘛 然後 他向權利 這個最高限額的抵押權 就屬於他向權利嘛 會寫個 權利人是 假嘛 對不對 然後還寫什麼 還寫最高限額的抵押 額度是多少 好假設額度是寫一億好了 這一億好了 這個一億呢 第一說叫做本金說 是說呢 本金只要不要超過一億就好了 他陸續欠他的貨款的債務呢 本金不要超過一億 就符合 即使利息加維約金加起來加一加可能一億千萬 好到時候 他拍賣的時候就可以 以一億一千萬來取償 這就是本金說 如果你猜本金說的話呢 OK 這個如果有 如果有其他的 我們這邊寫第一順位 如果AB有其他的 第二順位 第二順位的 假設是 一般的抵押權人的話 他去看到那個土地特門上面 只寫本金 本金一 哇那這樣子你們之間我不知道以的信用怎麼樣 如果他利息呢 累積很多機器很多 所以到時候 AD被拍賣的時候 我沒有很難預估到底他會被取償多少 是一億呢還是一億二一億三 懂意思嗎 所以才本金說的話 對其他 他未來的 後順位的抵押權 沒有保障 無法保障交易安全 所以比較好的方法呢 應該是這邊 反正這邊 統稱這個嘛 這是債權嘛 所以這個一億呢就是指債權 債權你不管本金利息 你怎麼加 反正最多就只能夠取償一億 叫做債權 債權最高限額說 好你可以看條文 C之5之29 民法881之2這邊 好最高限額抵押權人 就已經確定的原來的債權 僅得於其約定的 最高範圍 限額範圍內 行使其權利 前項債權之 出現了 利息 包含一般利息 跟實驗利息 違約金於 前項債權合計 不能超過最高限額 範圍者一同 不超過來 這個範圍 所以通通加起來就是不能超過一 不是只有本金不超過一就可以 不是這樣子 全部加起來不能超過一 好所以看一下 下一頁5至30頁 最後兩說 會兩說 第一說呢 好你看一下他的定義 7至5至30頁 第一說本金最高限額說 好這說認為所謂的最高限額 你看市值 畫起來 本金的最高限額 本金而已 至於 同屬 擔保 債權的利息 遲延利息 等等 不受最高限額的限制 他表示這些 加一加 超過一是可以的 這樣不行 這樣對於其他的 外面人沒有保障 很難查詢到 所以你看 六台詞說 債權人 實際上可以優先收藏的債權額 可能會超過 約定的最高限額 這樣不好 第二說 債權最高限額說 本書認為最高限額 畫起來是指 債權的最高限額 不是只有本金 也就是 利息啊 危機 通通加一加 同售最高限額的限制 然後再跳下一段 為了保護交易安全 我們是採 債權最高限額說 這樣就把它記住了 這樣老公